大家好 我是阿天 然後今天是7月1號 然後是中午了 那好像這個早上就已經更新完了 結果我這個中午才進去 所以說少打了一天這個世界王 哇 少拿一天的這個獎勵 好 沒關係我們來看一下 這一次有新多的這個 熱誠的這個墨丘莉 跟這個凶惡的阿爾格斯 這個是世界王 然後我們來看一下 核心點名鋪 一天一次的免費召喚活動 這是10抽 然後收集活動 那摩亞摩亞這個呢 哇 全部都是椰子樹 真的每一個都椰子樹 骰什麼都好像沒有差 然後這邊通關獎勵 通關獎勵的話大概是這個樣子 那所以說每天呢 瓦都要花兩次300點體力 那這個的話 我應該是一次是解這個 每天任務 就是打 打10次的那個 那個地下沉迷宮 然後呢另外300體力的話 應該會去白鬼夜行吧 然後 10次的這個水晶召喚 嗯? 99這什麼意思 10X的水晶召喚 這個就是說 你想要無限獲得甩值的話 你就一直抽一直抽一直抽嗎 好然後 惡豆雷台三次 所以說就是5次 5次5次 至少打三次循環這個樣子 反正就放自動嘛 好那我們就先來抽一下 這個Mission Pass活動 新角色都會有 然後有這個什麼 夏日限 限時任務 這任務還蠻長的 是30天 椰子數 哇 354不知道有沒有機會喔 這什麼 喔完了完了 又要卡了又要卡了 每次等到溫泉造型都會卡喔 還有2019的 2020 然後今年是2021 好稍等一下喔 那這個椰子數的活動 應該就是慢慢來吧 這個 夏日限 限時活動有 有快一個月喔 那這個椰子數的活動 應該也是一個月吧 看一下喔 真的是一個月時間好長喔 還有這個特選召喚活動喔 這個世界王的對撤角 然後馬土薩拉的限時活動 遊玩世界王戰鬥OK 然後這個是新的章節喔 這個到時候就直接 這個官網跳過去就好 然後黑卡蒂的限時任務 Taken 兩人的戀愛故事 這個應該是直接把它買一買 就可以全開了吧 這個東西吧 好我們就全部買 然後一口氣跳過 到時候再慢慢看 現在新的故事其實都蠻好看的喔 好我們就把它跳過去 這樣子好 全都買開了 買開之後呢 我們就直接點閱讀全部 這樣就不會漏掉了 然後我們先skip喔 因為這個影片 這個劇情比較長一點 我們就全部跳掉 好再跳 剛剛跳五個了吧 第六個 好第七個 第八個 好應該最後了 好 這樣子任務就解完了喔 左上角這個地方 黑卡蒂的這個限時任務 小領先獎勵吧 OK領完了 那我們就來抽一下吧 這一次的這個對撤角 然後每天都會有這個10抽召喚 我們看抽了之後呢 是不是那個 魔雅魔雅那個任務就可以解了 他那是乘以99 難道要10抽才 才獲得一個骰子嗎 這樣子也太多了吧 OK好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是怎麼獲得呢 也沒有耶 是水晶召喚 這個免費的不算喔 好等一下來試試看好了 這個是維護的這個送的10抽券 有沒有耶 也是沒有 好沒關係 那我們就繼續 我們來抽這個吧 這個是必中召喚 然後我的鑽石也有存過 水晶啦 那這個應該算是 算在這個水晶抽裡面吧 99是不是 所以這樣10抽是算一次嗎 好這是第1抽 好第2抽 欸有機會嗎 第2抽 啊沒有 好第3抽 也沒有 那就讓我5抽中吧 順便中一個這個溫泉的造型 第4抽 欸有了有啊 也不錯也不錯 我本想說這個5抽中 還可以解一個任務 好中了中了中了對側角 獲得骰子 來看一下這個是達成哪個條件喔 哇10抽水晶召喚99 喔這什麼意思啊 喔是不是 你每用水晶10抽一次就可以獲得一個骰子 然後一天最多獲得99 就是說你花 2700 水晶抽 抽99次喔 好那這個是不大可能會達成 然後這邊有個高級簽到禮包 點火核心支援簽到 哇剩餘95天喔 每天登錄 哇這個讚耶送核心耶 核心一顆價值4000多的這個這個水晶 還有一支 啊不對啦這個是 這個是這個是那個那個核心碎片喔 所以你合成你還是你還是需要一個五星的材料 但是你看第6天 第6天送你一個這個爆擊的核心耶 然後24天也有 42天也有 哇這個簽到很讚耶 OK簽了 好吧那就每天慢慢玩吧 反正這個 秘密之子就這個樣子嘛 好那對側角我們就來升一下吧 隨屬性的 然後 在什麼地方 在這裡 熱誠 墨秋莉 先給他隨便裝一個裝備喔 他是干擾型的 來看他的技能 9億回避率-10% 看來是要用這個SS攻擊喔 這個回避率-17%攻擊力 減-27.1% 如果是對象為世界王的話 火屬性的敵人弱點防禦力 弱點防禦力減少56.6% 好OK那就 給他預約設定個S吧 因為他是專門拿來打這個世界王的嘛 那我有一些這個 這個強化的肥料用一用好了 衣服可以穿了嗎 剛剛衝那麼多角色還是沒有 好然後來看一下 強化的 好看一下看一下 這些之前都沒有用後新角色來了 就把他用一用 好 把他升一升吧 升上去然後給他開一點覺醒喔 不要數值太差 好 哇這些 吃一吃吃吃吃吃吃 然後把他升到這個 加5 那個什麼 60級 應該是50級吧 然後加6的60級 都可以獲得一些這個任務獎勵喔 好像點火點個一顆兩顆 也有這個任務喔 新角色現在都這個樣子 除了升等級之外啊 點火也會有這個任務喔 哇 41了 44 可以喔 一口氣到50級 任務解完了 然後我們把覺醒給他覺醒完 那現在新禮包又又重置 我覺得最值得買 大概就是金幣跟那個搞麻腦禮包 140塊錢台幣那一個 你最多可以買一個 買5次 700塊 這個我算一算好像跟那個月 怎麼講呢 這個月 月禮包的那個 搞麻腦跟這個金幣差不多 甚至還好一點點 好 這是 升階最高的造型 哇 好華麗喔 好 就把他升滿吧 好提升 好100%了 100%就可以裝備那個 魂之卡了 裝飾品 隨便給他裝備一個好了 防禦力的 魂之鴿牌喔 隨屬性 世界王 可是他又不是攻擊的角色 隨便給他 給他裝備一個有 好吧 有HP有防禦力的就好了 好所以大概是這個樣子 來試打一次吧 這是我參考那個 MUT那個攻略血的 然後這次對策角色馬福德特 隨屬性的馬福德特跟這一隻角色 我們把他 放進來 好 然後這個 Leader的話 我看那個大大的攻略他是使用這一個 馬福德特 然後就這樣子試試看吧 看看 看看可不可以活下來 好打看看 我們就放個兩倍數吧 讓他慢慢打 打一場看看 我的目標是 1500萬 1500萬就好了 我覺得角色比較爛一點 所以說我 我一定要上那個補血的角色啦 有一些什麼副本的這個這個這個 紀錄啊 還有之前一些那個世界王喔 有一些大大的攻略是沒有放這個補血角色 但是我不放不行喔 尤其是那個光奶 瑪雅特那個那隻角色對我來說非常重要 這個全體 全體補血 好像傷害還不錯耶 好像傷害還不錯耶 這個紅字都有 都有7萬多 因為我有一個這個夏娃 正好這個夏娃是我那個惡豆雷台的這個攻擊角色 好那這一次的話我應該會花一點 應該是把剩下的水晶合一合 然後把我的這個水瑪福德特合上去喔 這樣子我有兩個六星的這個這個攻擊手 應該傷害就 傷害可以到 1500不是問題吧 這樣子已經有多少了看一下 已經有600萬了喔 不錯耶 應該我的夏娃很夠力喔 然後 這個 看一下喔 然後大家也都還活著 還不錯還不錯還不錯 哇果然有差 注意有差耶 那這一次應該是給青松破1500萬喔 那我們就擺著他再打一下吧 哇哇死了一個死了一個 第一個擺的是誰啊 死掉了 死兩個了 好到時候再注意一下死的是誰喔 哇一個一個死掉了 那我可能到時候換一下位置好了 看看看看哪哪些人這個這個裝備 這個比較好一點擺在前面喔 哇死兩個人了 前面死兩個了 這樣要記一下位置喔 這樣要記一下位置喔 譬如說 擺第一個人的是誰 然後 狗哥的右邊兩個人是誰 我是大概這樣記啦 然後可能換個位置喔 如果說比較 比較容易死或是比較弱的話 擺到後面去 那我看羅平升到這個 這個 點火點到呢 好像還蠻實用的 因為上一次啊 上一次的副本王 也有上羅平喔 六星的羅平 哇他的大招來了 他大招來了 這第一次看到他的大招 撐得住嗎撐得住嗎 還好還好還活著還活著 欸不錯喔 1800萬的1800萬 哇那個攻略大大他是 他是3億 超強的 哇一個一個死掉了 我 這個是怎麼回事 我應該要把一隻奶上來嗎 我倒是在看別人的攻略好了 是不是我要 我要換一個角色多把一隻奶 還是要上一個水泡之類的 他是火屬性的 火屬性的話 對木屬性的有增傷 是不是 是不是前面木屬性的撐不住啊 好我可能把 把火屬性的莫娜擺到前面去看看喔 好但是不錯啦不錯啦 這樣子 剛開始後 這個超第一次作為就有2000多萬 好算是滿意 算是滿意 OK好 那這個影片就到這邊喔 謝謝大家觀看 我是阿天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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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